现在离总统大选虽然还有一年 但是整个总统大选的作战序列 已经开始启动 我们看到了美岛电视报民调 这一次的国阵民调里面 特别针对总统大选做了一个调查 而这个调查里面非常清楚了 在国民党内 在所有的可能候选里面非常清楚 侯友宜就是排在前面 不管你怎么样的比序 他都是国民党最有可能胜选的真实人物 而在民进党内 民进党内也非常清楚 民进党内现在也定一尊 只有赖金德 其他人都不可能在这个大选里面 有任何的胜算 但让大家不解的是 如果趋势已经这么清楚 如果民进党内 唯一可能带领他打着 这个所谓的打赢总统大选的 只有赖金德 那赖金德是不是应该受到了民党 或是受到相关人等的高度保护 但怪的是 在上个礼拜我们就提到的 居然突然就丢出了一份资料 丢出了一份资料 是十一年前 陈宗燕 赖金德的非常重要的助手 在担任台南市的新闻局长 还有在担任台南市的民政局长的时候 竟然接受了性招待 竟然还有涉嫌官说的这些事项 这些官说的事项里面 怪的是 当时的检察官希望分案调查 这中间有没有贪污制罪条例的问题 但没有想到最后签解 最后签解就算了 陈宗燕居然讲说 这个过程里面 完全没有问过他 这都太怪了 我已经觉得你是这个贪污制罪条例 而且我在这个监听议文里面 已经清楚地把你们的对话 你们当时做了哪些交易 都已经清楚地给一个记录下来 怎么可能到最后传过水无痕 而更妙的是 高检署虽然讲说 台南地检署当时的签解没有问题 如果你觉得没有问题 现在法务部开出了一个新闻稿 说他支持台南地检署分案调查 如果这个分案调查下去 对整个总统大选的选情 对于整个台南地方政治的影响 会有多大的冲击呢 好 我们今天请到 两个平台大方首席的财经专家 黄涛丑你好 大家好 好 这是梅一岛 第二次报道长谷子嘉 大家好 好 第三我们要特别介绍 他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陈婉慧 大家好 我是婉慧 好 第三位是 时日评论李正浩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战略专家李廷辉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赞兰媒体人赛胡芝 大家好 现在离总统大选虽然还有一年 可能刚刚讲到 大家都已经开始东风吹战鼓 都已经名战鼓了 名战鼓 现在美丽岛电子报 已经做了民调 民调里面显示说 现在在蓝局里面刚刚讲到 当然侯友宜一马当先 但一马当先 你怎么过得了新北那一关 你怎么过得了新北议会那一关 那是侯友宜的功课 但是民党别无悬念 民党所有的调查里面都是 赖清德都是第一名 赖清德都是一马当先 而且只有赖清德 才有可能赢得总统大选 但怪的是 如果这样的话 你不是应该好好地保护吗 那你要在好好保护的状况下 怎么可能在上里面丢出 陈宗燕十一年前的那些风风雨雨 这十一年前的风风雨雨 有人讲说 那是蓝打率啦 那是检察官的内斗啦 但你说那不可能 因为所有的资料 包括监听的议文 所有的东西 一定要现在的当局 一定要现在的检调系统 一定要现在的检调高层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把这个资料拿出来 才有可能 对 仿佛有个无形的力量 就是要卡死赖青的 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悬疑的 因为这件事情 陈宗燕的事情 不是单一媒体爆料 不是单一委员爆料 现在看到的是什么 蓝白黄家媒体 每一个人都收到这个资料 不是 除了国民党的立法院 党才没拿到以外 其他人都拿到了 国民党台北市议会的许小夕也拿到 就国民党立地议党才没拿到 那这是很奇怪 状况是这样 第一个有三个资料 是不应该被拿到 第一个是微信陈宗燕的对话记录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整个通联的记录 第三个 难减分岸的内险 这三个 不应该出现在 内险不应该出来 不应该出现在众人的视线当中 因为状况是这样的 所以这件事情是非要他爆 一定要他爆开 才干冒天下之大不悔 对 因为这些我们没讲 每一个东西只要泄露出一条 都是有行者的 而且都是有违反正常不公开 而且都可以顺臀摸瓜 摸到可能是谁泄露出来了 有罪的 对 都是有罪 这件事非常非常诡异的 你要知道陈宗燕的微信的资料 跟这个所谓酒店燕的微信资料 只会在卷宗里面有 这个监听一文 只会在卷宗里面有 还有什么 内签 只会在台南地检署的公文柜里面有 这东西不是一般的可以找到 外面的人看不到的 你网络搜寻不到的 你就算有印象 你也拿不到资料的 对 就算你有印象 你今天你调离南界 你回头掉 你也拿不到资料了 那这东西很清楚 这个有计划 有一预谋的爆料 而且要让这个爆料 让它延烧到赖西德 状况是这样子 所以这只有当局才有可能 这只有当局有可能 所以状况是这样子 现在我们礼拜五在谈这个案子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说是反赖 民进党在反赖派系的反扑 对不对 结果这两天民进党权力在洗什么 没有就是检察官内斗 这件事情跟民进党内部派系没关系 可是我有一个很简单的关系 今天如果是检察官内斗的话 关陈忠烨什么事 你根本不想整场都在逗陈忠烨 所以说我如果是检察官的内斗 我应该要把检察官给扯下来 我要把高显署 甚至我要把我的检察长扯下来 都没有 全部针对陈忠烨 全部都针对陈忠烨 那陈忠烨说 那你内斗内斗 管我什么事情 你干嘛把我扯下 其实没有嘛 他就是要禁止陈忠烨 禁止陈忠烨 法务部的新闻稿 跟高检署的发言人都讲一次 他都讲同一件事 这件事情是难检自己的问题 你不要扯到我法务部 不要扯到我高检署 第一个你来看 高检署发言人他怎么说 他说台南地检署 查无具体事件就讲当年那件事情 查无具体事件因此签结 无所谓包庇情势 那就没事了 至于媒体报道有贪图未查明的部分 立案分案调查 换句话什么 当时签结是难检 跟我高检署没有关系 难检到底是谁 你自己出来扛 到底是谁给难检压力 到底是难检 你不要跟我扯 是马英九什么罗尹雪 什么的 高检署自己出来 是难检的问题 他是难检查无具体事件 难检千决 根本就跟什么罗尹雪 跟马英九没关系 这第一个 第二件事法务部也怕了 法务部的生命稿说什么 法务部说肯定高检署 组成专案小组 小组支持台南地检署 分案调查 换句话说 现在不管是法务部的态度 还是高检署的态度 都支持一件事 难检出问题吗 不是 我觉得最妙的是 你一方面讲我没有包庇 一方面又讲 我又支持台南地检署 在今天主动分案调查 外面指权案 是不是有未查明的 贪赌形式 代表你今天陈宗燕 是可能有贪赌形式 外面可能没有查明 我要查去 如果你查出来 真的有贪赌 那就问题大了 那如果查出来没有 那不狗尾蓄雕吗 换句话说 法务部跟高检署 支持什么 支持难检 把当时谁压案子查出来吗 那我们都已经讲过 当时这个案子莫名其妙消失 查无不法 陈宗燕自己说 他没有被传 你今天通点几乎都出来了 你有违信了 你检查官可以不传陈宗燕 不传陈宗燕 可以签解 那请问到底陈宗燕 承受什么压力 是什么样的原因 所以现在法务部跟高检署说 你难检 吐出来 当时到底是谁 给你压力 不再没有帮忙压 还去打开 对 他们没有帮忙压 他们在支持难检 误网误咒 支持难检去调查 那这一调查下去 我刚刚讲了嘛 当时整个台南 陈宗燕大概排第五大的嘛 比陈宗燕大就五个人嘛 那到底是陈宗燕 上面的谁帮他压下来的 这东西会不会烧到赖青 有人讲说那是蓝军打绿军 有人讲检察官内斗 还有讲说 你现在是什么 是一个特征组退下来的 正姓检察官 现在是正姓律师 另外一个是 所谓的前立法委员 另外一个是 所谓的网路媒体高层 是他们三角合谋的 我跟你讲 第一件事 就是跟蓝军没有关系 蓝军有关系 谢龙介选举就丢出来了嘛 蓝军从头到尾状况外 你不要跟我讲 第二个 如果是检察官内斗的话 我跟你讲 监梯一文没必要出来 为什么 因为监听英文完全是 那个我们叫glassy 就是让我们讨论东西 变更juicy而已 无关过案情 我常常讲 斗垮人要兼斗臭 他不是要去做 他是在做斗争 斗争的第一个动作 是把对手斗臭 我跟大家讲 如果今天检察官内的话 礼拜五出来的 微信资料跟内部公文就OK 可是为什么礼拜六 还要有监听英文的全文 里面还写了很细节 说孟杰跟孟杰 讲下咖啡钱算老板的 还要说什么东西呢 说这个这个的爱玲 讲下跟爱玲上次一样地方 不要收钱 也不要问太多 因为这个 不要收钱 不要收钱 不要讲太多 不要问太多 问太多你会怕 那这东西是什么 所以不是只有爱玲 不是只有爱家 你跟孟杰讲一下 咖啡钱要算老板的 咖啡钱要算老板的 直接想老板就可以了 然后呢 是你陈董 是你同学陈董吗 是他知道了 另外也是这么讲 说不要多问 不要多说 钱不要 不要拿钱 对这个东西很清楚嘛 就是说一般知名人物去叫小姐的时候 最怕遇到什么 你不是陈东晏吗 更吓到嘛 所以叫你不要问太多 你就要认出来 你也不要叫陈东晏 而且这个非常夸张 刚刚讲的 这个时间地点 刚刚讲的 2012年12月27号 上午03点11分 是谁 是酒店经济 恰恰打给王孝伟 王孝伟只是咖啡钱 算老板的写陈董 那在2013年1月25号 下午11点09分 陈仲彦打给王孝伟 要找朋友 另外就是2013年4月30号 下午9点10分 王孝伟打给某人 交代安排一个人给陈董 然后这还有一个 没有弄出来是 他连你的地点 你在什么地方打电话 你在什么地方接电话 你在什么地方打电话 接电话的时候 包括什么 包括你在移动 你在移动的时候 你终于有一个六分钟 从A地移动到B地 你面都清清楚楚 所以太细节了嘛 这件事无关乎压案嘛 你要集结讲 男检当年有压案 检察官要内斗 检察官想要斗 好理 您主任检察官斗 OK 你只需要把那个内签 拿出来就好 可是问题是 当你丢出这么厚一份的 监听艺文的时候 就是让我们每一天 每一个人 去逐字逐句的去研究嘛 什么是咖啡钱 为什么不要问太多 为什么记账要记老板呢 为什么要跟孟杰是谁 然后小林是谁 爱玲是谁 为什么有一个饼店 然后为什么呢 有中一路的国花四楼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国花大楼现在是KTV 还是酒店 它里面太多汁的东西嘛 所以我们当我们内行人 看到这个监听艺文就知道 有人不希望让这个新闻 停留在微信上面嘛 而且刚刚讲到 这件事情 为什么那个检察官 刚刚讲的一个远古的检察官 他为什么要分案调查 他为什么说那是一个 贪污自罪条例 是因为刚刚讲 我们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能够欠人家人气 还要包个红包给人家 然后呢 另外就会讲说 他老板打来又讲说建管科 他有熟 他有同学在里面 那同学在里面是谁 谁是那个同学 然后另外就讲说 里面包括什么 你今天要怎么样的施压 你基层会反弹 搞不好你会更困难 你连怎么处理 都交代的清清楚 帮忙施压 帮忙有提醒 施什么压 帮什么忙 所以这个监听艺文 一腔毙命的是检察官 还是陈宗燕 一腔毙命的是陈宗燕 他增加是什么 是讨论陈宗燕的媒体效果 你要讲的 就像这个王校伟打给连老板 连老板表示 他已经在跟陈董讲话 陈董在棒球上 那我跟他讲 我刚刚跟陈董讲话 他现在在棒球上 他说他会找你 我觉得这是关键 他就讲说 这个谁去施压去帮忙 我有提醒你们听到吗 好这个我知道 刚刚我也跟陈董见面 我有跟他提醒 就有把握处理这个案子 他说你是基层刚调来 你硬压现在的氛围 因为我们本来就合法 然后就来讲 要告诉我们合法出来哪里 不合法的话 我们就改 现在可怕的是建筑师 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 而且今天是室内设计师 打给王校伟提到 酒店老板娘 变更使用工程 要怎么处理 所以这东西你看 他是把整个案情 变得非常非常细节 而且所有乔士奇 乔士奇的标的物 到底是谁来乔 谁打电话 跟哪一个当委 有支建管处 有的公务科 乔什么事情 全部清清楚楚 那问题很简单的 你到底这些东西出来 所以你老板问你同学 那你乔得怎样了 那到底这件事情 这个新闻出来 逗的是陈忠燕 还是逗的是检察官 通编没有检察官了 你今天如果要逗检察官的话 你应该要把检察官内签拿出来 所以把检察官内签拿出来 还有什么 当时为什么签结 签结就是他跟检察官细节多一点 这是没有 全部是陈忠燕的细节很多 所以换句话说 你跟我讲是检察官内签 我跟你讲 操作的手法不像 实际造成效果也不像 所以这个案子 而且你刚才讲到一个关键 你今天看到的所有资料 那都在整个检调 也就是台南地检署的卷宗里面 那些卷宗 如果你没有签名 你没有上级指示 你没有人去开那个门 你是没有人可以拿到那个资料的 所以这些事情太诡异了 而且法务部跟高检所态度也很诡异 就是感觉有股力量 唯恐天下不乱把这些事情闹大 礼拜五你在开记者会的时候 你一再讲说 这个案子怎么不见了 这个案子怎么没有来 我想这什么案子没有了 原来这有一个案外案 不只是说我今天监听的报告 监听报告刚刚讲 你有在瞧事情 你有接受不正当的性招待 当然我会觉得你中间 有所谓的不当得利 你中间有我们不知道的 所谓的贪图的情势 所以今天刚刚讲的当时的检察官就 陈仲彦连横跟王孝为 设有违反贪污自罪条例的罪嫌 请准签分他案续行侦办 当否请何事 开始我们以为说 这件事情就被压掉了 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可是没有 当时检察长有何 检察长有签 这个案子有继续办下去 那这个案子继续办下去的时候 最后为什么会不了了之 而且最不让人家理解是 这个案子是直接冲着陈仲彦来的 怎么会连问都没有问他呢 所以我当时一开始拿到资料的时候 其实我是仔细的了解一下 就是像刚刚来宾讲的 其实一开始 其实艺文我也拿到了 你也拿艺文 我也拿到艺文了 其实我现在目前看起来 我拿到的资料是蛮相对完整的 那艺文我并没有把它做一个公布 因为你当时也知道会有问题 我是把它整个都仔细的读完了 那我们身为立法委员 我觉得求证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中间我花了一点时间 报答0921那只电话 我们也去查证了 查证是不是陈仲彦的 就是一Google发现 这就是他的公务手机 而且他就是大嘞嘞的打在 这个台南市政府的一个网站上面 所以在整个好完之后呢 我们为什么想要来 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告发 主要就是因为我发现 我拿到了这一张 所谓的检察官的这个签诚 就是这个内签 对 这个内签里面呢 其实呢 他就已经提到陈宗彦 跟王校伟他有涉及 违反这个贪污制罪条例 应该要来侦办 可是这个案子呢 后来我们怎么查 你大家仔细看 这时间是103年的4月14号 4月14号签的 隔天呢 检察长这个上面盖掉了 这边我手上原始资料是 103年的4月15号 我们的检察长费玲玲 他是有合章说好 可以分案去查 那就分案了 对 分案了 所以没有压这个案子 没有压着 但是呢 我后面的资料我就查不到了嘛 但是呢 很有趣的是 104年 他办了一个防害风化 他办了一个防害风化 他办谁 他也不是办陈宗彦 他办王校伟 王校伟 所以呢 我们拿到所有包含这个 我之前出示的这个 chat的这个相关的一个画面 在我们的这个 妨碍风化的这个判决书上面 都是所谓的一个附件资料 这样 所以我觉得委员呢 应该来 我当时是想说 因为我是排到这个总质询 我就想说 那我们该好好来问一下 法务部长 为什么这个案子 分下去之后 然后后面 只办了 轻轻的 办了一个防害风化 那贪污治罪条例没有了 他不见了 为什么我敢继续追下去 因为我手上有另外一份 叫做继续监察的理由 大家知道 现在要监听警察 应该说检察官 要先跟法院来做一个申请 他因为听到相关的一个事由 原先当然也不是 办陈宗彦的案子 但因为他要延长 这个监听的时间 所以这个检察官呢 就写了一个继续监察的理由 里面当然BurrBurr 写了很多跟这个 其他这个案件相关的事情 其中里面有一小段 他就写到 在本次监察期间发现 就是我公布的那支 0921的那支手机呢 就是陈宗彦所持用 这样子 那这个陈宗彦 跟本署监控期间 有多次跟豆哥 联系到店内消费 所以他研判 陈宗彦这边上面写 长期有接受业者招待的漏息 所以这一次 本次监控里面呢 看得出来 豆哥只要有事情 要求陈宗彦 陈宗彦都会允诺帮忙 所以这边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字眼 他觉得他有需要继续厘清 这中间有没有性招待 往来的对价细节 所以他才做了这个 继续监察的这个理由 对 所以刚刚讲的 我们之前看到这些监听的对话 刚刚讲的 2013年8月 也就是在2014年 其实还有 如果有议文 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议文 而且你光就就这个议文 你都应该去问陈宗彦 结果你都没有问陈宗彦 那这件案子就说 以查无具体试证签结了 为什么敢用查无具体试证 就签结了呢 所以我们在这个 开完记者会之后 因为反正当天早上 要总质询的嘛 那国民党他就杯葛 杯葛我就上不了台 笨蛋国民党 如果没有国民党杯葛的话 你就等于就在 直接跟法务部长对话了 直接对话了 但是呢 这件事情有一个 小调诡的小插曲 我还特别去询问了 我们党其他委员 因为我是新任委员嘛 然后这个蔡部长 他也不是这个新的部长 可是呢 他在我总质询之前两三天 他特别打电话到我们办公室 说要来拜访我 可是大家知道 其实我不是司法委员会的委员 我原来接着是 经济委员会的委员 所以他的拜访 让我觉得很奇怪 但我们还是跟他见了面 所以那天来不及 在质询台上跟他直求对决 当天下午开了那个记者会之后 陈宗燕立刻 他也上来看我的直播记者会 然后他马上就召开了一个记者会 两分钟 两分半钟短短时间之内 他第一句话就先说 他没有接受过调查 所以这件事情就非常奇怪 他明明就被分案了 但是这整个过程当中都没有查 从103年4月15号 到这个中间我们又看到103年9月3号 我帮大家做了一个整理 9月3号呢 从远古的检察官换成了异谷的检察官 当然他的对外的理由是说 因为植物的异动 所以你说猫腻就在这里 鬼影地方在这里 今天103年 2014年4月14号 是由一个远古的检察官 去办这个案子 刚刚讲到 这个签就是这个远古的检察官 签出去 照讲他应该最熟悉 照讲你应该让他办下去 没有 就突然的 你从远古变成了异谷 费玲玲我也没挡你 我也不敢 我也没有压你 我也让你出去了 我也让你分案了 分完案了以后 4月到9月就换了一个人 换了一个人 刚刚讲到的 9月3号换了一个人 隔年的8月31号 就迁请暴劫 没事了 然后那这个检察长就合章说 没事了 没事了 大家没事了 对 所以我们这边看到 他换完检察官之后 我觉得我个人非常好奇是 从103年4月15号 到他签结这一年当中 到底 因为我们的陈仲燕说 他没有被调来就是问话 那我们的这个地检署 到底办了什么 怎么办的 这个就是最大的 我们不要讲猫腻 我觉得这次法务部 如果你要重拾 全民对司法的这个信心 这边你一定要好好来 好 但是委员现在也没讲 那是检察官的内斗了 那是蓝军拿这个来打击 绿军 所以大家非常好奇 你说你是在2月初 你以前说2月1号 宣誓担任立法委员之后 这个资料就进来了 那资料到底谁给你的 我是在2月1号 我们报到嘛 然后我大概在2月的 第一周 接近第二周的时候 我就接到一个 很信任的朋友的电话 他说有这样的一件事情 问我有没有兴趣 去了解一下 但因为我过去 大家知道我在付团 待了很长的一个时间 所以对这个酒店文化有一些研究跟了解 所以我就说对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可以来听听看这样子 所以后来我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后 跟你讲的人 他的重点在陈宗艳接受性招待 还是跟你讲的人重点在检察官内斗 我要老实说这两件事情都有 他先来告诉我说 他就是有接受性招待 重点是 所以跟你讲的时候就点名陈宗艳了 对 但是他有讲就是说 这中间就是有性招待 有对价关系的可能存在 疑似有对价关系 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他爆料的本身就是这样的陈宗艳了 是 不否认 不否认 就是针对陈宗艳 从头到尾 我拿到资料之前讲之后说是现任的 陈院长辛格魁里面的高层 一开始这样告诉我的 那你看到有吓一跳吗 我看到的时候觉得 这个真的应该好好来问一下陈院长 因为当然我当然也了解 就是说因为陈宗艳是发言人 他当天不会来备训 对 但是我觉得身为这个陈院长的 这个辛格魁的一员 我觉得陈院长有必要来跟大家说 他是怎么样挑人的 好那董事长 这件事情没有想到后面有这么多无法理解的事情 这里面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贪赌弊案 那贪赌弊案的这个猫腻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关键就是在说 他这个远古到异古这个阶段 因为远古是 是承办妨碍封化检察官 好那我们刚才讲我们再补充一下 一开始办那么 他真的是要办妨碍封化 他在扮着的办说这个 这中间有没有这个所谓的 刚才就妨碍封化问题 可是办这办怎么出现一个很奇怪的人 这很奇怪的人以后 我就开始有个内签 内签以后我就很清楚 我就已经直接点名了陈宗艳 陈宗艳办展 赵景就要往下走 就要顺藤摸瓜 怎么办一办 就不见了 他就没有不见 他换那个另外一个检察官 远古换监察官 远古换监察官 他办了多久 他办了将近四个多月 不到五个月时间 将近一年 九月三号到八月三十一号 远古检察官已经把妨碍封化案 移送地院了 那个案已经结案了 那这个所谓的贪赌案的时候 就到九月三号 就换了一个远古检察官 四月十四号变九月三号 那远古检察官到八月 办了十一个月的时间 那陈宗艳自己讲了一句 很重要的话 我没有被调查过 我没有被调查过 所以换言之讲 在这个全案的 这个异谷的侦办过程当中 从来没有征询过 陈宗艳本人 对 对不对 这么这么好的福利 对不对 我经常被告 我一天到晚被传去了 我被告传来传去 常有的事 他连问都不问他一次 那我们已经从这里面 所有的检 附券 附券上面 最重要是监听一文 因为那个监听一文 是由法院开的监听 监听券 监听票 监听票 依法监听 所以他一定要有结果 监听一文出来 就是逐政 这法定的证据 监听一文里面写的 那么清楚 有关他的选民服务 他帮这个酒店业者 去做一些什么 什么协助 什么证照 还有什么违规 这一类有的没有的 我们不管他 那个就是一个 所谓公务 侵使公务的业务 业务范围 另外一个就是 对价关系 什么关系 就是性招待 性招待这部分 如果非常明确 已经确定了 所以根据我们现在手上 拿到的坚定义文来讲的话 这个义武检察官 居然没有约谈过陈宗艳 这个检察官有问题吧 但这个检察官有问题 请问你 有没有犯法 没有 没有犯法 他很简单 我就是草率办案嘛 最多你忌我过嘛 对不对 但对陈宗艳而言的话 你知道什么吗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他逃掉了 这个 这个罪这么大 当然这个贪赌啊 开玩笑 不是 这个很奇怪 陈宗艳 所以我要讲一句老实话 因为我也算老人家了 我以前也常泡酒店 我从来没有让人家请客 不是 我从来没有让人家请客 从来没有让人家请过 这种东西 什么咖啡前人家请 台湾话讲 对不对 那有人请客 对不对 台南这个地方太好了 我都要移民去台南了 你知道吗 这个风气非常奇怪 所以让人家请这个玩意儿 对不对 好 那我来 对价交易 这个对价交易 行程以后 我刚刚讲的 没有谈过一次 没有谈过一次 他自己跟我刚才讲的 那这个检察官就是一个 他敢吗 你认为一个小检察官 有这个胆子 敢这样 知道是牵截 所以就谈第二案了 敢讲 不不不 你牵截引就算了 你的检察官 检察长不可以 他没有权力 他没有能力行政权力 他一定要检察长合章 对啊 检察长合章 所以这个委员 现在晚会委员写的这个 这个是关键话 104年9月2号 检察长合章嘛 这还是关键嘛 因为检察官他的牵截案 或他起诉任何处分案 一定要经过检察长合事以后 才生效 对啊 这表示检察长是同意你牵截 他负责 所以你同意你说 你这中心是没有问题 那刚刚讲的高检署怎么讲 高检署他分案之后 远古的检察官 跟接办的一股检察官 是在9月3号 因为职务调动 那我就会好奇 职务调动到底什么 是不是这样 我不知道 然后刚刚讲 我们今天从这个监听议文上 听起来已经是 都已经觉得犯法 全国的老百姓 土包子都认为说 这个陈宗燕有对价关系 至少问一下吧 对不对 至少问一下吧 这个就是贪污识罪条例 这个就是收贿案 所以原始的 原谦的检察官的签文 解释是正确的嘛 就是收贿嘛 对不对 那怎么搞到 他说该案被告 连痕及王校委 涉嫌行贿 现任台南市政府 民政局长陈宗燕 他以前是台南市政府的 新闻处长 因为上开案件 被告连痕等人 所涉违反妨碍风化 罪嫌已经另行提起公诉 就此部分 千分他案继续侦办 我以前我听过 我们一位民进党 当过法务部长 以前在更早 当过检察官的 一位法务部长 他吃饭跟我聊过一句话 他过去 所有在每一个地检署里面 的检察官 有特别办正式的检察官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远古改成 异古的时候 异古的检察官 就是跟检察长同时 他们可以通气的 所以他办了几个月换人 他把他换人换掉之后 这个案他就可以签结 有没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吗 没关系 还是没关系 因为他就说 吵疏忽嘛 吵帅 我吵包可以吧 对 我案子太多了嘛 我偶尔办出一两件难免的 而且我是他 我没有重放 因为你要证明他重放不可能 所以很难证明重放 那这只有政治上交易 政治上交易是我们的想象 对不对 你现在法务部新闻稿写了一大堆 我认为这个里面 第四点就谈政治 蔡清祥这里面 他也不敢手伸进去 他在干嘛 他开放 让你们自己搞 给自己搞 会不会刚上开花 不知道 因为现在的这个 蓝检检察长不太一样 就叶什么 叶淑文嘛 叶淑文 你记不记得我们过年前 他在搞那个光电案的时候 现在关了六个人了 一直压了六个了 我告诉你 再压一个陈宗燕的话 他就可以去当总统了 他一定给你干下去了 离选举虽然将近 还有一年的时间 可是现在刚刚讲的 已经进到整个选举的氛围 已经进到了竞选序列里面 竞选序列里面 美丽岛电子报名道 当然就做了所有的总统候选 的相关调查 大家其实今天最惊讶的是说 今天柯文哲跟郭泰民 居然进行黄金交叉 现在柯文哲居然 沙喀都居然赢了郭泰民 他已经不是第三个了 另外就是刚刚讲的 现在在这个所有的选举里面 很清楚的 蓝军很清楚的 欧友宜居冠 绿军非常清楚的 就是赖清德了 没错 明年还有一年的 这个总统候选的这个状况来说 现在的新民调 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 绿营大概就是 这个定于一尊 赖清德没有问题 但是蓝军里面来说的话 侯友宜看起来是民调最高 但是呢 他目前为止能不能够赢 这还是未定之天 不是 而且不要讲 因为现在国民党纷纷扰扰 对 他的民调真的掉了 对 没错 我们现在看沙喀都 不论是赖清德 对上朱立伦 柯文哲 或是郭泰民 柯文哲 沙喀都的这个组合里面来说的话 目前为止 如果沙喀都 赖清德 当然有可能在沙喀都里面 他都有可能会赢 而且这里面来说的话 觉得比较有意外是什么 是在沙喀都里面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这沙喀都 是赖清德 郭台铭 跟柯文哲里面来说的话 郭台铭的民调 在去年12月的时候 还有33.4% 但是呢 他居然一口气掉到20.4% 在这次的民调里面 那反而呢 一下掉了13% 对 那大部分票到哪里去 转移到柯文哲的身上 柯文哲从14.1% 跳到24.1% 但是这个赖清德是 都不动 没有动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状况 赖清德不论是在这个 跟朱立伦 跟柯文哲的组合 或是跟郭台铭 跟柯文哲的组合 或是在跟侯友宜 跟柯文哲的组合 其实他的民调 一直大概有一个铁板 大概就是3334那个地方 都不动如山 他就是不会下去的 不论是对上谁 就是这个样子的局面 所以看起来的话 如果你用这个 那如果是 这个两个人对决 蓝绿对决的局面 里面来说的话 看起来赖清德 只有怕侯友宜 其他人他几乎都是 完全不怕 所以说 这个里面有个 非常有趣的现象是 现在没有想到 郭台铭跟柯文哲 跟侯友宜 他们的起伏 是相对剧烈的 然后刚刚讲的赖清德 基本上 都是一条平的线 对 我们看到 如果是两个人对决的话 在这个郭台铭跟这个 郭台铭跟赖清德 对决里面来说 最新的民调里面来说 赖清德是46.2 郭台铭是36.2 所以你看 郭台铭反而呢 他的起手是 似乎是 没有为他注入强心声 反而是让他民调 有一个下跌的这个状况 在我们来看 如果是两他都的时候 是赖清德跟侯友宜的时候 你看 侯友宜 去年12月果然就是 因为他们胜选之后 民调非常高 当时有51 但他最近也跌到46.9 反而是这个赖清德 那两个人对决的时候 他略为上升了一点点 所以告诉我们什么 其实认错还是有用 认错的时候 民调还是略为上升 但是呢 国民党反而是掉了非常多 为什么国民党会掉了非常多 因为大家看到 国民党目前为止是 内斗成一团 那绿营已经是赖清德 已经是定于一尊 蓝宜现在谁出来 你知道是谁吗 虽然说民调最高是侯友宜 但是侯友宜确定能够出来吗 不知道 上面为了这个总统候选的 已经乱成一团 下面立法委员的选举 也是乱成一团 大家大家往内互打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如果是萨卡都 赖清德 侯友宜 柯文哲 对 等于说侯友宜是掉了7% 对 这个等于说柯文是涨了8% 对也就是说在这一次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之后 最近的一段纷扰之间来说的话 其实对于国民党来说 大家似乎是越来越讨厌 国民党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就是 大家都关心的是 侯友宜你现在是新北市长 新北市长你没有做完 没有做完你要离开 对 大家的看法如何 对没错 如果像整体来说的话 认为说他没有对不起 这个市民来说的话 有52% 认为说他这个没有参选的话 才是对不起市民有33.4% 看起来的话 全部大部分的人是对于他去参选 实际上他没有对不起新北市民 但是如果你用这个区域来看的话 新北市其实还是很多人认为说 你是对不起新北市民的 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 新北市还是有这样一个状况 但是如果你看啊 事实上桃竹苗这个地方 是对他是最宽容 也就是说国民党在其他地方 如果支持度越高的话 其实越能够容忍你这样做 但是呢 其实你要说这个侯友 有没有所谓的他们相关的弱点的地方呢 我跟他讲 其实台湾这个选举里面 最重要就是统独意识 那就是所谓两岸的关系 目前为止台湾希望维持现状 有高达百分之七十几 那九二共识不到10% 那自信也不到10% 两岸统一的比率非常低 所以这个所谓的两岸的这个光谱 其实某些部分就决定了 你的大概的支持度是怎么样 比如说我们在郭台铭 郭台铭为什么民调 我们觉得他好像要要欲试 但是为什么他民调很低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点 关于他 大家认定说他是统一的 有高达百分之三十 这么高 也就是说这个可能就注定 让他在民调里面 不可能有太高的数字 那为什么整个看起来的话 民调里面来说是侯友谊最高 因为大家要维持现状 你看大家认定他维持现状 其实是三十五点八是最高的 所以你知道 但是侯友谊有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没有 他不了解他立场 也高达三十三点二 所以说说 不了解的也是最高 对侯友谊来讲 其实这个部分 可能是他一个非常大的灶门 如果他说不清楚的话 这些人搞不好会倒到别的地方去 那对赖清德他要处理的是 有百分之五十一点七 认为他是独立的 就赖清德是可能要光谱要往这边转 那这个郭台铭是光谱要往中要往中间转 但是其实对侯友谊来说 他是要说明清楚 到底他是主张什么 目前为止有三成多的民众 不知道你的两岸政策到底是什么 后席 刚才讲的 这个民调里面特别闲道 这已经看出来说 两党有可能参选的人选吧 而这一段时间里面 郭台铭感觉上是活刀活活 他也找了关公马祖 就问了 结果现在 他的可能性是往上还是往下呢 这个民调出来 郭台铭大概就再见一半了 真的假的 因为你去想 郭台铭跟王金明的会面 就大家很多都直接想到四年前 郭王柯那个时候 那这一次当然就没有柯了 一开始两个人就讲说没有郭柯联盟 照那个状况来讲 看起来要打延长赛 像四年前那样再打延长赛 叫出拨大的几率应该是不太大 可是回过头来讲 就是说你郭台铭这种强要的 那个态势是一样的 可是他去年四年前跟现在不一样的状况是 四年前第一个 国民党欠你钱欠你情 对不对 第二个呢 国民党那时候没有人可以选的银柯文哲 所以才有拉你出来 第三个 当初是马英九在后面支持你 对不对 马英九在后面搞荣誉状什么之类的 你才有这个 那你回过来看今年的状况 第一个上次的情分已经撕破脸大概都 那个相骂吴豪口已经已经没有跟国民党讲情 然后说你这是出场的方式 讲难题点 他意思就是粗陋嘛 对不对 你原本是你原本是霸总 你问题是出场方式 就是很粗鲁嘛 那再一个你现在看我刚讲了 上一次是国民党没有人可以打赢 柯文哲 这一次你被柯文哲黄金交叉 那你还跟国民党爭什么 所以你就没有什么好爭的啦 国民党怎么开门给你 就是你整个实力上面 你也没有东西跟国民党叫板 然后呢 你那个民调又不好 好那现在传球说法是 朱立伦现在有心动的一味道 那而且呢 他今天不管哪 到了苗栗 到了屏东 都说他是非常适合总统候选人 难道朱立伦自己 最后会自己出来吗 好四年前因为第一次发生这种状况 很混乱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 那所以呢 都在民党中央完 可是你看这一次 国民党的立委或国民党的县市长 都不会做事 怎么样不会做事 你想想看嘛 第一个县 立委他这个状况 跟他自己息息相关嘛 那四年前有一个韩粉 我讲什么都不对 对不对 今年没有嘛 不管你郭台银 朱立伦还是后裔 你都没有这些东西 第二个就是说 县市长上市的像 卢修正他们都刚上任 都忙忙着要施政 忙着干嘛 谁有空管你党中央干嘛 这一次我已经 我已经连任 我已经大委了 再让你党中央随便你玩 然后然后把 今天往东免往西 就不会 所以朱立伦受到制约比较大 所以你看整个氛围来讲 比四年前 大家媒体的 对记者的判断 都觉得朱立伦 不会选到底的 可能性会高很多 但是侯有余你现在被卡在议会 你现在议会有总质询 你要到七月才能够表态 那你现在动态不得 那别人也跟不上啊 我觉得侯的状况 就是他很龟毛 他一直没有要动 他现在一直说要等到总质询 他因为很龟毛 其实我今天这样讲 比如说像郭跟侯 这个事情好了 你看国民党立委 没有支持郭的 你四年前的话很多 国民党立委 还是各方面都有支持郭的声音 这次几乎没有 可是回过来讲 他们想要支持侯 你侯也没有动作啊 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要从哪 你到底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发动 什么时候起跑 大家也不知道 你美国到底要不去 到现在也没有人搞得清楚 所以变成说 他的支持声量 目前没有办法凝聚 可是你问那个市 整个市市在侯友宜那边 侯友宜要转的时候 会比较快 而且你看这个民调 就是只有他会赢 你说国民党现在 可是你拖那么久 你会冷啊 冷得刚刚讲 你比上次已经掉了8% 我觉得掉了8% 就是刚刚讲的 就是说你国民党 最近一直在吵 不只这个在吵 台北市议员 冰冰砰砰砰砰砰 每个都说我要 我要出来选 你们12月25号才就任 屁股都还没有做任 就跟你老板讲 我要换工作 那国民党 那选民当然 当然会觉得 觉得很堵拦啊 你们这人到底在干什么 所以你的民调 当然就会往下滑 你看如果看交叉分析 你会看到 侯友一调的 差不多是柯文哲长 对不对 可是侯友一调的调在哪里 很多是中间选民 中间选民就气嘛 你们这些人在搞什么东西 国民党哪有人这样玩的 所以中间选民调 国民党支持者 因为里面的纷争 也稍微掉 可是这些都跑到柯文哲去 好 董事长 你怎么会想说 今天做了这样的一个民调 做了这样的民调 真的会影响到 整个后续的一个走势吗 还有你特别提到的是 今天竟然柯文哲 跟郭台铭出现了一个黄金交叉 不 我觉得柯文哲这个黄金交叉 跟这个侯友一的下滑 就会发现一个统一的现象 就是他这个蓝票跟白色的票 汇转 两个互相会互动的 然后一个绿票完全不搭嘎 绿票就稳 他就固定在那边 对 賴清泽的票大概已经半年了 他就固定在那边 对 就是您刚刚讲的基本盘 是 他的民进党好 他也是这样子 民进党坏才是这样子 你看民进党 民进党惨败的时候 他也维持 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有趣在哪里呢 结果到了过完就历年 就是一二六九合一 国民党大胜之后 国民党就开始了 我讲了吧 吃不了三天饱饭 就开始尾巴也翘起来 头也大起来了 网内互打拼命打 拼命打的结果呢 你看到他去年 我们的上 我们十二月份的政党民调 政党民调你要看 对 那个时候的国民党突然间 已经反过来大胜这个民进党 大概五个百分点 刚才讲 这个是去年十二月所做的民进党 当时国民党的正向评价 三十九点七 当时民进党只有三十四点五 当时民进党是大幅的下滑 国民党是上升 然后在负面评价上面 刚才讲到国民党 其实也是比民进党低很多 可是没有想到过了一个年 不过才两个多月的时间 马上猪羊变色 国民党一下子掉了八点四个正向评价 而民进党五点一 那为什么多五点一 刚刚讲到 行政院长陈建仁 他的负面评价 就是说他现在不再闹事了 不再吵架了 不要再说 你被安装的时候 老百姓没有那么愤怒了 你看两个党 第一个愤怒的事情消气消掉了 对不对 惩罚你 让你民进党输了 然后国民党开始就嚣张了 开始网内互打 拼命网内互打 网内互打 结果怎么样 很简单 政党的整个总体品牌下滑 对 差了多少 他十四个百分点 你讲讲 你本来是三十九点七 现在变三十一点三 民进党变三十九点六了 对 你输了 差点八点三个百分点 对不对 那你原来是赢他五点五点多 加加起来是十四个百分点 就是光两个月时间 他这些国民党是天才啊 宝贝啊 就一次把他十四%当掉 这个东西他搞了一 他输了两年多 对 两年多第一次大胜赢了五% 他给你搞两个月给你搞光光 搞光光之后 你看更不要在后面 他们这集中火力就干 就互相在内打嘛 互相网内互打 网内互打最惨是谁 是郭台铭 郭台铭一下子 就变成他你看 从上一次十六月份做的时候 三三点四 现在变成一次掉十三% 然后十三% 那你看看没有 你看看赖清德在十二月份多少 不动 三十七 然后这一次二月份三十七 不动三 谁动了 柯文哲动了 柯文哲多了十个百分点 就是郭台铭被打趴了嘛 趴了那个票去哪里了 票去柯文哲那边了 就蓝白在互动 那你再看侯友宜也是一样啊 侯友宜你看到没有 你看这个赖清德的票 34.3 34.1 33.7 都不动 都完全不动 大半年都不动 侯友宜找39.9 啪一下掉了快将近八个百分点 对不对 但你看柯文哲 马上一下增加八个百分点 这是什么造成的 就是你现在网内互打 当然这一次网内互打 过就历年之后 主要打谁啊 主要是打 主要是打总统级来讲的战争 主要是打郭台铭嘛 把郭台铭打了 把这个国民党的品牌砸了 把何友宜也拖下水了 就没有这种国民党呢 对不对 按照这种网内互打的方式 来讲的话 还有一个啊 你今天说 你今天一个什么 王洪威 屁股没有做热 你就跑去选立法委员 一个你就算了 接二连三 每个都过来 就是你国民党的形象在去年选胜之后的嚣张 让老百姓看得讨厌嘛 你中间选民跑掉了嘛 然后你的支持者跑掉了嘛 然后你看到同一个时间的新闻 民进党内阁改组 然后扫黑金 对不对 然后改革一大堆 你看那賴清德多辛苦的 做多少改革的事情 所有的好消息 全部在民进党 所有的烂消息 全部在国民党 这个一搞 那国民党就挂了嘛 可是你刚刚讲 那个暗斗的秘密 暗斗的事情 如果再发生的话 这个不得了耶 因为我怎么看 都是賴清德的机会最好 怎么看下面的机会就是 你看 为未来的国际情势 也是对台独有利啊 就在台独现在57%有什么关系啊 57%虽然老百姓赞成是维持现状 可是再来就是老美老共干成一团 结果賴清德现在搞了一个 陈宗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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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宗燕的这个 腰部以下出皮肉了 这个问题就很复杂了 所以这个东西 会不会是有后面还有后手 如果后面还有后手的话 那国民党有没有能力接这个盘 因为你不要忘记啊 他今天后面还有一个新潮流 因为新潮流 他可以不顾一切代价 他要掌握这个政权 那你跟其他党内的党内互斗 他不管你 所以如果火没有 你讲火没有烧到 这个賴清德本人身上的话 我觉得賴清德未来出现的机会 还是很大 现在全世界都非常的驚喜 全都惊吓了 今天拜登居然感冒大风险 一个人跑到战区 一个人跑到乌克兰 你说这件事情还要干嘛 还要把这个所谓的美中之间的对决 包括布林肯跟王毅两个的对骂 要放在一起看 就代表美中已经对干了 美中对干就是中国已经非常清楚的 会介入到了乌克兰这个战场 介入到这个乌克兰战场 你如果今天美国没有再速战速决 再去九拖了 他会变成第二个越南 所以现在拜登去乌克兰 就代表乌克兰快要结束了 对 拜登几个小时 白宫几个小时 还在否认说他只会到波兰 不会进到乌克兰 结果没想到 现在就进入到乌克兰 而且跟泽伦斯基站在一起 走在一起 这些事情 你看今天是什么日子 刚好就是王毅跑去找普丁的日子 就是中国要明真的告诉你说 我就是明白的支持俄罗斯 我不会是暗中支持俄罗斯而已 现在拜登就反将一军跟你讲 其实我说了在慕尼黑的布林肯 还在给王毅一个机会 结果你现在还是要讲不听 你还是要跑到俄罗斯去 然后还对美国这样子 这个相冲突 还讲了一些非常难听的话 所以你说布林肯对王毅讲的是 最后通牒 最后通牒 最后通牒你讲得不听 拜登就去了 拜登就去了 所以他后面还有招 为什么 21号普丁要在他的国会做国情之吻 拜登明天要宣布什么 他说要跟泽伦斯基 泽伦斯基要什么东西 远程武器 什么叫远程武器 拜登现在思考了 就是F16 为什么 因为拜登一直在讲说 我不会提供乌克兰F16来结束 问题是如果当F16进入到战场上 你结合这个战场上 会怎么样 到时候变成乌克兰的天下了 变成这个战争 马上就结束掉了 所以为什么说 拜登现在不想再拖这些事情了 因为你看得很清楚 中二就绑在一起了 而且故意的做一个事情 让中二两个挂在一起 你看到时候 习近平24号要发表这个演说 讲俄务战争的时候 人家拜登已经开始把这个战场清理掉了 你还在那里跟我讲和平进程 我现在就不是要跟你和平进程 我现在就全力的挺乌克兰 所以你说拜登今天去 你就发现说我全力挺 全力挺代表 我要赶快真的像有一个他们讲 他们的军事专家讲 他们要在夏天之前 把这个战场清理掉 夏天什么事 就是俄罗斯那个所谓的 这个国家胜利日人 5月9号以前 看能不能把这个东西清理掉 不要给普丁任何的面子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现在拜登怎么运用这场局 去结合整个东欧国家 他从这个乌克兰回来之后 到波兰之后 他还会去见什么 布加勒斯特九个国家 那九个国家就是什么 捷克斯洛伐克 还有波罗尼亚三小国 巴加利亚 罗马利亚 这些我们俗称 一直在讲说东欧国家 整个倒到美国来 现在这些国家 全部腾龙坏鸟 全部换成美国的武器 然后北约国家的最前线 现在要协助乌克兰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拜登借由这场局来讲的话 不仅扳倒了中国 也扳倒了俄国 其实他们在做这个 所谓的大型地面攻击武器的时候 这个局就已经在布了 是 大型武器的背后要什么东西 就是空优 所以为什么哲伦斯 我是说过嘛 哲伦斯到欧洲去绕了一圈 说我要F16 跟拜登讲说F16 结果大家没有来答应他 但是当他已经讲出来的时候 代表说其实大家已经答应他了 已经都准备好了 飞行员都做好了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就是说等战场一开始的时候 当这个正面两军对决的时候 情况之下 背后乌克兰后面的F16 对上了这个苏联的 俄罗斯的苏35的话 那到时候到底谁优谁胜 现在就是说西方国家 已经喘和后等着了 当俄罗斯的苏35 都不敢进乌克兰空域的时候 看结果战争会变得怎么大 欢迎去看关键时刻 此时此刻 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焦点 现在全世界最关心的就是 美国总统拜登居然冒着战争的风险 清零前线 他竟然跑到了基辅 居然跟泽伦斯基见面 他不但是跟泽伦斯基见面 他还讲说 我也要提供大量的武器 我要提供火炮武器 我要提供防空装备 那问题来了 今天拜登怎么敢去 这个所谓的基辅 而且你去基辅的时候 你是坐火车还是搭飞机 如果你去搭飞机的话 那你的空中整个美国空军 是不是也进到了乌克兰上空 之前就是在讲 今天这场战争如果真的要解决 就要先拿下职工权 美国疫情人一直不想全部的介入 所以他不想给F16 现在随着拜登进来 整个俄国的战况 会有向上提升的发展吗 而且我们刚才讲的 中国现在要扮演一个角色 过去中国在这个后面 他是默不作声的 中国本来对俄国战争 他是保持一个距离的 可是现在看起来 中国已经提供了很多非知名武器 中国已经默默的介入 现在中国已经开始要明火执杖了吗 中国已经要介入俄乌的战争吗 如果中国已经要介入俄乌的战争 美国是不是要被逼着 我要赶快加码 而且我要赶快收拾战局 如果中国介入 美国还是用原来的方法 现在俄乌的战场 有没有可能变成越南的翻版 如果他变成了越战第二的话 那对美国来讲 对拜登来讲 他承受得了吗 好 在这段里面资深媒体人 王卫德也加我们的讨论 瑞德你好 大家好 好 刚刚讲的 今天大家太惊喜了 今天拜登 竟然跑到了基辅 居然跟泽伦斯基见面 而且有伴手里 带了大量的火炮去 而且就在没多久的时间 拜登飞抵了这个基辅 而且飞抵基辅之后 你看他还跟泽伦斯基见面 很多民众还拍到他在这个 他们非常有名的这个基督院 那个地方的门口 就被民众拍到 所以显见了 真的拜登来到了基辅 拜登不但去 他还在公众场合 而且这几个小时之前 白宫还说 他这次绝对不会去这个基辅 结果没想到 他就抵达了基辅 好 那你知道 为什么这个非常特别 而且因为他年事已高 他绝对不可能是坐着这个火车 从这个波兰境内抵达这个 不可能坐火车吗 不可能坐火车 因为坐火车的话 需要好几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他从美国飞出外 也没多久时间 所以他一定是坐飞机 抵达基辅这个状况 那坐飞机有什么特别呢 抱歉 他的空中一号在空中的时候 当然周边可能有非常严密的 保护在这个地方 而且他是非常 抱歉 现在目前为止来说话 这个他们还说什么 他抵达这个基辅的时候 其实天空还响着什么 空袭警报 也就是乌克兰是全国警戒 那你跟我们讲 美国空军一号代表美军 他在飞的时候 一定有很多美军在旁边半飞 对啊 所以美军呢 这一次应该是 半飞的这个 美军的飞机 半飞着这个 他的空军一号 抵达基辅 所以说 美国的空军军团 空军的舰队 对 也进到了乌克兰上空了 对啊 那为什么他要在这个时间 他当然宣布非常多 包括说 我们还有大规模的援助 包括援助你什么 防空飞弹啊 还有一些 这个相关的武器 大规模的火炮 我们要援助你之后 包姐他还说什么 因为他原定他为什么这个行程呢 他其实是 接下来几天他要发表 一周年的相关的谈话 他的目标是 团结所有的西方世界 所以他这次来的意思是什么 他现在准备要团结 因为他知道 现在的俄乌战争呢 已经进入了 最后要决战的时刻 最后决战时刻的时候 我要把所有人都抠起来 因为为什么 这次俄乌战争到现在为止 已经慢慢的越来越清晰 不是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 而是以美国集团 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 跟以中国为首的 在背后支持俄罗斯的那些 轴心国已经浮现了 所以现在已经双方 几乎没有回头 在这次俄乌战争 大家准备要拌手贏 所以说俄乌战争打到今天 打了将近一年 打了将近一年之后 现在已经不是俄罗斯对乌克兰 现在是美国对中国 对 为什么这样说 包姐你知道 为什么他这个时间点 接下一段时间呢 王毅即将要去莫斯科访问 好 那紧接而来的话 习近平他会不会到莫斯科去 会吗 包姐目前为止来说 对习近平来讲 他要担心的是俄罗斯的崩溃 万一这次的作战里面 这个目前这个普丁 是毒出所有的老本 老本万一在这次的战场里面 打输了之后 所以说普丁现在已经出现了 一些政权不稳定 现在内部已经开始 有人挑战他 如果今天习近平 如果不去支持他的话 普丁会垮台 普丁垮台 你如果未来变成一个清美政权 对 那中国就会变成 以美国为首的唯一目标了 所以说目前为止不是传言说 因为战事不利 那个瓦格纳集团的这个普利格金 他们目前为止在国内 反而声望越来越高 所以现在他已经主张 不能够来报导 所谓他们相关的消息 所以你可见 美俄罗斯的媒体 居然不可以报导 瓦格纳集团 所以就知道对于普丁来说 他内部已经开始出现了 不稳定的这个状态 所以这时候万一他真的 被美国这一次 把他击垮 西方事情把他击垮之后 怎么办 所以你可以看到 美国现在就是在防这一点 你们知道这一次的气球事件 美国为什么要继续 表面上我们就直接研判 表面上美国是针对这个气球事件 但其实不是 美国是针对 因为紧接而来的话 你中国准备要大举的支持 无俄罗斯 而且我们美国已经收到证据了 我们从什么事情来看呢 这几天不是 刚好这个布林肯跟王毅 他们在目里黑吵了一架吗 他们从早到早完 全部都在吵架 从白天一开始的时候 王毅就一开始在会前就说 我们这个 这个美国相关 美国是这个 要假借事端 就两个在讲话的时候 保洁 布林肯说什么 我希望王毅给我一个答案 就王毅从头到尾都没有 没有给我道歉 没有跟我们道歉 那王毅来说什么 美国你是这个 强许豪夺 对 君子取之 所以中国对于这个 间谍气球的事件 不但不道歉 对 还指责说 全世界气球最多 就是你美国 对 然后他说你知道 无人飞艇事件 是美国制造的政治闹剧 美方行为是匪夷所思 进入歇斯底里 你看 双方是这样互相的叫骂 但是事实上你看 在没多久的时候 你看 賀锦丁又讲一个非常有意思 他说美国已经审查一些 这个证据 认定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为 违反人类 所以违反人类罪的话 我们如果跟他们一起犯上的同谋 会被追究责任 好 那谁跟他同谋 保洁 布林肯有说 我在整个会议上面 我有跟你说 如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物资支持 或协助的话 或使俄罗斯逃避制裁的话 都将会对双方关系造成严重的后果 那甚至还说 我们有抓到一些 你有提供一些 一些所谓支持给中国 他讲的华尔街日报讲 贸易数据就已经显示 中国无人机 仍在乌克兰战争中 为俄军提供支持 而且贺锦丁讲说 现在中国已经提供 刚刚讲 非致命武器给俄罗斯了 所以你看 这几天我们就不是讲吗 非常多华尔街日报或是美国媒体 不断的抛出来说 你真的有这个相关的这个东西 包括说大疆无人机 很多东西都有送到这个俄罗斯去 越来越多的证据告诉你这一点 甚至保险你知道 王毅为什么 为了说 我绝对没有支持俄罗斯 他在这次的慕尼黑会议里面 他还跟乌克兰的外长见面 他说我们就是支持他们要和谈的嘛 所以他们显然这一次 其实在俄乌这个慕尼黑会议里面来说 如果最重要是美中关系的话 其实 其实最重要后面 或许就是俄乌战场上面 即将出现的一个变化 而且刚刚讲的 今天拜登到了欺负 我不是手有两串 咬我不是这有人来 刚刚讲的 他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我们要对乌克兰 进行一个广泛的讨论 刚刚讲 宣布支持交付关键设备 包括火炮弹药 反装甲系统 还有空中监视雷达 还有确保保护乌克兰人免受空中轰炸 对 事实上他这一次去呢 还有带一些礼物 包括说你看 火药 火炮弹药 还有反装甲的这个武器 还有空中监视雷达 同时他还会再继续宣布 更近一批的俄罗斯的制裁案 都会出来 所以显然他来的话 还是要继续升高 对乌克兰的这个支持 所以你就讲 事实上这就是美国目前为止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几天的时候法国也说 我要投资给你更多什么 仿装甲武器 全部都来了 好 事实上现在西方世界 就是卯足全境 务必在这个春季决战之前 我要给乌克兰最大的支持 而且拜登讲 我已经建立了 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国家联盟 用前所未有的军事 经济 人道主义 来帮助保卫乌克兰 而且这个保卫 这个联盟会持续下去 好 毛主我们讲 事实上拜登就说 他有组成一个联盟 对不对 好 那他要对抗的是谁呢 中国这个联盟嘛 你看 最近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 中国最近可能要跟这个俄罗斯 互相的这个资源的时候 美国媒体有报表非常多 但其实最近有一些事情 正在发展之中 你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 北韩又出来闹事 北韩又开始发射一个飞弹 发射飞弹飞弹 不断的发射 他是针对谁 针对你南韩 针对你日本的庆马 那另外一个 他还讲喔 他说我现在要把整个太平洋 当成我北韩的拔草 对 还有一个什么事情 保险你知道 最近一段时间的话 这个伊朗的总统莱希 他其实去中国访问 他就说我们中国跟伊朗 要更加的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所以你看到 事实上现在美国就把这四个国家 大成你们就是同个集团 因爲什么 北韩之前美国已经报导过 你有支持俄罗斯武器 而且你还要有这个工人 到武动战场上面去嘛 那你伊朗呢 伊朗最近前一阵 美国早就报导过 你支持给俄罗斯六千台无人机 你还帮他做 他还命令以色列 去空袭你的机场 所以这两个国家 你们都有支持这个俄罗斯 就现在这两个国家 跟你中国又完全合作会 伊朗又去拜访中国 那不是这几个国家 合作会吗 所以现在有个名词叫做 心邪恶轴心 所以显然 现在拜登要对抗 就是自己个国家嘛 那他就一定要把中国 推到那一边去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 现在美中关系 因为这样 更不可能有回头路的一个情形 所以你要讲的 今天所有的事情 都不能单独看 从一个气球事件 从这个所谓的布林肯 跟王毅两个追打 再到现在拜登去了乌克兰 他是一步一步来 接下来要看 现在习近平 会不会去俄罗斯访问 如果习近平去俄罗斯访问的话 那个态势就相当明显 他已经决定要选边站 那选边站之后 那美中关系更没有回头路 美中关系一旦走到这样的局面的时候 那你就不难解释 为什么前一阵子我们不是说 巴菲特不是第三季 才买了六千零五十万股的 台积电股票吗 为什么再隔一季 才就把股票进入卖光光 剩下百分之十四呢 原因是不是他看到了两岸之间的 成龙兵凶站稳 你说巴菲特看到我们没看到的东西 中美之间越紧张的时候 台湾你可能会越危险的一个状况 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看现在高尔 高尔他也旗下有一个资产公司 他也卖掉台积电的ADR的股票 还有之前非常多公司都开始 老虎基金也卖了 纽约的退休基金也卖 虽然美国为什么要一直不断的卖 是不是这些高层他们知道说 或许他们觉得台海接下来 所以你说卖台积电的ADR 不是只有巴菲特 现在巴菲特老虎基金 包括高尔的基金 还有纽约退休基金 纽约退休基金 所以那为什么大家会这样卖 是不是看到了他们一些 美国人紧张的这个态势 在对台湾海峡的这个局势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美国现在要对付中国的时候 他有一个方法就是 我要把美台的关系 拉到前所未见的高 你看这几天的时间 不是传出一个消息 就是美国的这个副国务卿 还有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的副顾问分纳 他们要跟我们国内 我们里面的外交部部长吴钊燮 还有我们国安会的秘书长顾立雄 要去开会 四个人要开会 这四个人会议来说话 保洁 以前这些会议都不会建筑媒体 现在他直接把你讲出来 白宫将在华盛顿 与台湾官员进行秘密会谈 把你讲出来 那讲的会议 讲的里面有什么 他就直接跟你说 包括说军事的这些协议的合作 还有美台的BTA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美台BTA 原本我们台湾一直要 要不到 现在说下半年搞不好就搞定 所以他现在 他就是要把台湾的 把台美关系 拉到前所未见的这个高度 那甚至还要传言什么 现在AIT的主席 莫建要换人 换成罗森伯格 那罗森伯格是谁 保洁他其实是拜登的 非常重要的亲信 他等于把亲信摆到一个 这样重要的位置上面 把亲信放在AIT 他是可以直通拜登 直通布林肯的 所以告诉你什么 这个在未来的中美冲突之下 台湾绝对是中东中 那会牵扯到什么 牵扯到 这些牵动 一定会牵动到 明年台湾的总统大选 好 提问 现在全世界媒体 都是用surprise来形容 因为这个什么 现在在乌克兰 现在在基辅 他还是一个战场 他还是一个兵凶站位的地方 甚至拜登是干嘛 拜登是在空袭警报声 降落在基辅 代表你美国总统 多么样的一个尊容 你的生命安全 多么样重要 你居然敢轻冒箭矢 亲自冒着战危险 这个到底代表什么 现在中国介入 美国也没有回头路了吗 对 就是显示 拜登力挺哲伦斯基的力道 越来越强 而且刚刚我查了一下 在这个乌克兰附近的波兰也好 或是底下的罗马尼亚也好 保加利亚也好 到处都是电针机 都是这个一系列的电针机 什么意思呢 通常这种电针机 一系列的电针机出现的话 都是F16或是F15会出现的地方 所以代表说 可能拜登真的就是由F16 或是相关的这个空军 互会进入到基辅 所以代表 是美国空军进到了乌克兰上空 如果美国空军可以打开 这个空中航道的话 这个不怕俄罗斯用什么飞弹 来偷袭的话 代表这个航空是稳定的话 代表下一个阶段 就是美国要把乌克兰的制空权 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因为他今天建立了一个空中走廊 建立这个空中走廊 那是由这个拜登来讲的话 打头阵 你看到一件事情 王毅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事实上布林肯在2月5号 当时取消2月5号的访问中国 我就说啦 那时候一定是跟什么 谈不拢 谈不拢什么条件 就是援助俄罗斯这件事情 因为绝对被美国抓到很多事情 是中国偷偷的援助俄罗斯 但是王毅还有中国 没有答应布林肯的条件 请例说今天布林肯不去中国访问 今天刚刚讲的 那个气球那只是表面问题 深层的问题是 中国跟俄罗斯已经结成一块 这是一个新的战略结构 新的战略结构 美国只能加大力度 加大力度 就用气球的这个借口 来取消这个行程 结果接下来到慕尼黑 再次最后警告你 结果你还执意要去俄罗斯 20号还要跟俄罗斯结果 拜登马上20号就出现在击鼓了 所以这件事情来讲 布林肯昨天是最后通牒 而且大家都知道说 其实布林肯心中也知道说 如果你真的不冤答应 真的拜登就要去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条件谈不容的情况之下 下场就是这样子 但是后续的发展 还有更精彩的 为什么呢 因为21号 普丁有国情之文 24号 习近平要发表一个 对俄务战争的一个和平演说 那这样的一个东西来讲的话 请问你中国能够承诺说 不援出俄罗斯吗 不可能 因为我们常常讲说 如果普丁垮掉的话 那习近平就没有办法自己支持下去了 因为他就变成全世界的唯一公敌 所以对他来讲的话 普丁政权在位置上 但是俄罗斯的国力比中国还要差 这是习近平所想要的一个格局嘛 那现在来讲的话 拜登就在破理这些事情 而且你看刚刚也提到 这个罗森伯格是谁 这是亲信中的亲信 所有民主党当中 一直到现在 包含希拉伟 布林肯 乃至拜登 他们的国安策略 其实背后的这个所谓的策划者 就是这个罗森伯格 就是罗森伯格 如果你把这个一个大将 放到一个AIT理事主席 这种小位置上面 那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位置很重要 这个位置代表 他把台湾整个地位拉起来 拉到他的整个国家安全战略当中 来用台湾对付中国的一张牌 所以说AIT的理事主席 是他的这个程度 他的跟美国政界的关系 是前所未有的高 是 前所未有 而且他提出 该竞争就竞争 该合作就合作 该对抗就对抗 这是他的这个 重要的一些支柱 所以他提到一个概念 就是说 我今天如果要跟中国外抗 那台湾使这个牌 就用最好的方式 用什么东西 当然就是用晶片嘛 你看到接下来 如果真的 大家要卖股票的话 台积电会跑到航里去 美国来 就是把台积电 整个弄到美国去 这也是美国的整个 大战略当中的一环 他不希望说 台湾整个 或是台积电 落入到中国的手上 那他用这种方式 来结盟全世界国家 包含他在 折伦斯基 这个方面来讲的话 他势必一定要 帮助折伦斯基 打这场身上 帮助折伦斯基 就是帮助拜登自己 能够未来再加连任 那照你这样讲 今天拜登到了乌克兰 今天跟折伦斯基见面 他今天讲 我会给你大型火炮 我会给你反坦克 我会给你空中的这个防卫 我会给你这些火炮 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 俄乌战争会进到 一个新的境界吗 新的阶段 可能说新的阶段 什么阶段 我们讲说地面战争 可能战车在这个鲍二 还有M1进去之后 可能会有一场改变 但是真正的制空权 还是必须掌握在乌克兰手上 所以你看到 拜登年到基辅 跟折伦斯基见面的时候 折伦斯基还跟他提出 什么东西 远程武器 他想说远程武器 那时候就 就是F16嘛 是喔 就是他一直到处去 我要空优 对 就是要空优 那如果是空优 如果站得下来的话 他不管是乌东 就能把俄罗斯的军队 推回去之外 甚至你克里米亚 都可能会收回来 所以折伦斯基在这场战争当中 获胜之后 整个乌克兰复国之后 主权拿回来之后 这时候对拜登来讲的话 他在国内的声望 才能够敌过共和党 所以说对拜登来讲 他现在 以前敢讲 乌克兰战争打多久 我可能不在乎 可是现在要速战速决了吗 否则的话 掉入到韩战 或者掉入到越战 这种情况之下 就算你身旺再高的总统 像甘乃迪或怎么样 他们到最后还是 大乌克兰迪被暗杀的 问题是拜登来讲的话 他必须要再连任 他能够封住共和党的嘴 就是赶快结束这场战争 而且是胜利的结束这场战争 好 正好 刚刚讲到的 现在的俄乌战况 刚刚讲的 他是整个的一盘棋 整个一盘棋就是这样 现在你不管弹气球 或者是说今天布林肯不去了中国 那都是后续 因为你讲说 当美国说 我的鲍尔坦要去 我的MIA2要去 其实一场大战就开始 那个时候美国早就知道 中俄已经偷偷的私下联盟 其实为了中俄私下偷偷联盟 我要改变这个战况 美国早就做好准备了 对 拜登这一次去 其实就是要在2月24号 把整个所谓的俄乌战争 把它close掉 他在最后 一定要把它解决掉一周年 可是问题是俄罗斯在这边 反映非常激烈 你知道刚刚BREAKING NEWS是什么 俄罗斯开始做核演席 俄罗斯 你不要吓我 核演席 对 我知道潜水艇 潜射型的核弹 然后潜水艇半浮出水面 然后透过潜射型的核弹 打出去 而且它除了有海军 核子潜舰之外 连轰炸机也部署在乌克兰中边 全部都是核子动力等级的 所以现在这个东西 两边其实高度紧张 高度剑拔弩张的 你想在2月24号close 我就打核仗 看你美国搞定吗 潜舰里面的画面 它是没在跟你那个 里面控制 然后使用发射 这是俄罗斯的大兵 刺出的画面 我们要知道 在冷战的期间里面 美苏两边对抗 美苏两边对抗 美国强的是什么 强的是你的航空母舰 但苏联强什么 苏联强的是潜舰 对 苏联的潜舰 从头到尾都是拿得上台面的 而且它上面挂所谓的核弹头 是可以射1万公里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 这个是在哪里发射的 只要是在整个西太平 都有可能可以打到整个 打到整个乌克兰 甚至你西太平 你往美国打也有可能 所以俄罗斯是做非常大的反制的 而且除此之外 你做这么大反制 可是乌克兰前线 还是要继续打仗 乌克兰现在持续用什么 用无人机来削弱 这个俄罗斯的战争 你看这是一个壕沟里面 对不对 里面有人 乌克兰你看持续丢了个手蛋下去之后 你看俄罗斯的大兵 这个屁滚尿流 从壕沟里面爬出来 这东西就是说 你前方怎么谈判 那我不谈 可是无论如何 我在后方 后方怎么谈判我不管 可是我在前方 该打的该杀的还是要杀 另外给大家看下个画面更是血腥了 有一群俄罗斯大兵 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大洞里面 这个大的 他的冰天雪就挖一个大洞 然后取暖 你看这群人在取暖 还不知道被丢手蛋 然后呢 这个手的道 就往这个俄罗斯大兵 就丢进去了 对 这叫做一窝窜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夸张 因为他们真的太冷了 所以他们挖一个洞 然后射缩在一起 想说这样有掩蔽等等 可是在无人机里面 完全就是透平的嘛 我直接看到你 然后丢一颗这个手楼蛋 你看这里面是真的 全部爬出来 是爬出来的 然后没有爬出来 就当场死在这里面 甚至呢 下一个画面是什么 一群俄罗斯的这个大兵 可能先到前线 搞不清楚状况 他去路边了 这样给我搞群聚 我跟你讲 在俄乌战争搞群聚 真的是会完蛋 被乌克兰发现之后 你知道吗 这么多人丢手楼蛋 没有 直接可能叫自杀无人机 或远程火炮轰炸 你看一次所有的 待会儿 这个是 等于说这个是面板 这个是一个显示器 所以他才有个手势头在上面 我用面板点一下 然后自杀无人机 可能就往下冲 所以他们说 这叫死尸级的 什么所谓的轰炸 然后呢 所以我今天给乌克兰 里面我拿了一个平板 我拿了一个平板 点一下 炸弹就下去了 而且你看十几个人 一起就往生了 真的是很残酷 那我们刚刚讲拜登去乌克兰 一定要带奥米亚基 奥米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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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出来了 复仇者的防空飞弹 这车子 已经完全一量量 运到基辅 运到前线了 话才刚讲 东西已经送到了 这个复仇者的防空飞弹 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车载版的刺针飞弹 所以车载版的刺针飞弹 对于乌克兰来说 我如何在乌东前线 把握空 这就非常非常重要 可是反过来说 俄罗斯也一直在排兵附阵 俄罗斯俄乌边境乌东 也可能就是说 沃罗涅日跟库尔斯克 这两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 其实用美国的卫星 去拍这个空拍照片 都发现原本其实 没有任何的人的 可是问题是 乌克兰现在都已经在做 做所谓军营 而且这个军营 大概都在1月25号 1月28把这个军营 这个是在俄罗斯的境内 他们真的在调起大军了 对你看 原本是一片空白 所以你看 军营慢慢盖起来 慢慢盖起来 这个东西 因为美国是每一天都去徵兆 其实大概是1月25到1月28 左右才开始有 所以俄罗斯这边也在调大军 所以现在中国很担心 你在俄罗斯在这打打打打 后面核弹还得了 所以汪文斌说 2月24号中方要发表 关于政治解决 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 他用政治解决就表示 叫大家弹劾 七七八八就算 两个内涵 一个各国主权跟领土完整 都要尊重 第二个核战打不得也打不赢 所以 他讲什么 他讲核战打不得也打不赢 汪文斌自己讲的 而且在汪文斌 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 公开告诉大家说 我们其中有一下 叫做核战打不得也打不赢 那为什么汪文斌要自己提到核战 因为他有情报 你这次俄罗斯可能会真的赶到最后 一捕捉二捕捉 就打起核战 所以这个东西有大家密切关系 好 继续 今天拜登 亲茂见死 亲自跑到了基辅 非常不寻常 那难道真的搭了飞机吗 他如果搭了他的空军一号 真的美国的空军战队 已经在旁边半飞建立了空中走廊吗 好 你认为拜登如果搭飞机去的话呢 那么拜登的飞机会有机会让俄罗斯 那么掌握空军的情况下 到底要造成威胁吗 没有 不可能的 你认为只有F16跟F15吗 很可能还有所谓的逆中战机伴随嘛 因为很简单 拜登的这个安全是全世界最重要的 比任何一个领袖都重要的 美军是世界中最强大的这个部队啊 所以他会竭尽所能的 用最高规格最安全的方式 那么保障拜登的这个安全嘛 那么拜登除此之外呢 告诉各位有一个消息啊 为什么呢 台湾的媒体事先完全不知道 为什么 美国国防部的这个副助理 这个相关的这个等于说 副助理部长啊 那么蔡斯来到台湾 可是你知道吗 他跟有别于去年的 什么培洛西啦这些 中院院议长 还有这个参中院大张旗鼓 让人家全世界知道 他是从外蒙古人民共和国 然后做客机转机进南台湾的 客机 没有人知道 那么没有人知道 这个他带到台湾以后 台湾的媒体都不知道 是外媒金融时报报导说 人已经在台湾 我们大家吓一跳 你知道吗 他来也冲冲 去也冲冲 保洁你知道他为什么 从外蒙古过来吗 为什么 因为在十几年前啊 那么其实美国 要求我们台湾的军情局 协助在外蒙古 成立了一个密码电箭站 在那个地方 所以请问一下 我们的军情局 在外蒙古建立监听站 国防部的副助理这个部长啊 来到了蒙古 然后再到台湾来 那你认为是象征了什么 就是那么在所谓的相关的 军事的联盟的情况之下呢 台湾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他来了以后 到底会想了什么 其实我们大家都以为 才是已经又离开了 冲冲满忙见过国安高层 国安部就又离开了 可是在台湾 还有三支美国重要的人士的队伍 是没有这个等于说 让媒体揭露的 还在台湾 留下来 对 没有错 那么今天也来了一个 这个美国众议院的一个参访团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新闻是 我们也比较少注意的 你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 这个台湾跟美国断交 四十几年以来啊 第一个 美国国防部的旗下媒体的记者 亲自到台湾来采访什么 采访我们在春节战备期间的 军事演训 你知道吧 你会觉得好像没什么 是吧 你错了 因为呢 他是第一个 美国国防部旗下的军美 来到台湾以后 把这些所有的媒体 所有的这个演训过程 那么直接在美国的 这个军事媒体上面呢 加以报道 那表示什么 表示他们非常重视台湾的安全嘛 好 如果你还不够的话 我们不是说蔡英文 不是在这个今年跨年的时候 跑到澎湖去视察这个 第一次去视察相关海龙挖兵的演训嘛 现在传出来 那么当时军方在跟蔡英文 就是三军统帅简报的时候 那个简报里面的那个海报 出现了一句话 出现了一行字 台美协训成果报告 台美协训 台美协训成果报告就不演了 你知道吗 那除此之外 美国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的 这个参议员直接点名 要求那么美军直接 就是把这个军事的内容呢 就是那个所谓的弹簧刀 自杀攻击无论机给台湾就对了 那直接就点名了 所以这些种种迹象显示啊 再加上我们一向不会承认 我们的这个等于说 包括国安会的相关的秘书长 跟这个外交部长吴昭倩呢 要到美国去嘛 对 那么这一连串的动作 都跟一件事情有关系 台湾安全加速军售 所以呢 据我今天所知道的是 我们在谈了好久 一直没有办法 这个等于说 拿到了一些东西军售 可能有眉目了 为什么呢 今天传来可能是好消息 当然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 相关的这个中文民国政府 绝对不会承认 但是有好消息 在这个地方先跟大家透露啊 俄罗斯要这个等于说 大举进攻在2月24号的时候呢 一周年的时候 大举汇军攻打这个相关的 这个乌克兰的相关的这个城市嘛 昨天乌克兰这个政府啊 无预警的大幅度的公布 不是有所谓的温压弹 那么俄罗斯那种温压弹 去炸这个乌克兰吗 用toast one炸的 昨天直接公布 他们直接 乌克兰的军队 用炮弹把俄罗斯的温压弹 发射器炸了 然后呢 也把这个号称是这个 炮兵雷达 就是海马斯火箭弹的炮兵雷达 炸了 那么这里炸那里炸 所以一口气 又发了大概快要10条的 以上的相关的画面出来啊 那么我相信 应该就是跟迎接拜登 来到基辅参访有关系 因为刚刚拜登已经宣布 直接在基辅宣布 他们现在已经 军援的快要 那个等于说9000亿台币了嘛 刚刚宣布 加码5亿美元的军售军援 直接在加码乌克兰 所以这一切 其实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所以董事长 一开始就讲 气球只是一个晃子 气球背后一定还有故事 现在这个故事已经慢慢浮出来了 气球真的是幌子 布林肯本来就不要去中国 而且布林肯还去警告王毅说 你不要再跟我在乌克兰上面 跟我搞东搞西 结果现在王毅把他打回来以后 不演了 拜登亲自跑到乌克兰了 所以我们现在反过来看 就是回头看 证明当时我们判断正确 他在3号 2月3号到韩国 突然间发生气球事件 间谍气球 就一看我这 我认为这不可能的事情 怎么搞了这个 然后这个鸟事 你就回国了 那么一样重要的美中关系 2月5号的北京访问就停掉了 我说这个东西 我认为目标一定是要去阻挡 习近平访问莫斯科 因为习近平访问莫斯科的话 代表了普丁的后续的力量 也会有人力发动 他最近想要打的春季的总攻击 因为中国会支援了 当然他已经 现在所有的这种制裁 然后黑名单 所谓的惩罚实体 都不断的出来 你看今天王毅跟布林肯 整个就为了 就是为了恶务吵架 没有别的东西 然后突然间我们发现 拜登到了乌克兰 拜登到乌克兰 当然很简单 我们台湾话讲就是 站台 站台 然后另外公布的新闻 是什么东西 就是他的防空系统 他的防空的这个火炮雷达 等等飞战 一定有整套东西 他提供给乌克兰 这段污染物力核在很简单 我们当时就判断过 因为二月一周年要 这个俄罗斯要发动的总攻 是什么样的总攻击 他最重要就是他这次 防空雷达跟相关的防空的能力 能够补充起来的话 他讲很清楚 他不要让乌克兰的人民 免受空袭的威胁 那当然不是乌克兰人民 是什么 是他准备要提供给他的 所谓的重型装甲车 因为这个在所有的巴尔科夫 所有的乌冬的战争上面 来打的话 如果莫斯科 如果这个俄罗斯 没有空优的话 他怎么打 没办法打 所以他这个动作一出来的话 也就是你要讲 你的坦克军团 如果没有空优的掩护 你就变成铁棺材把 你就不敢打 所以说变成俄罗斯 可能因此就会延迟 他的所谓的春季总攻击 这件事情 所以他今天这个效果 是很清楚的 把这个讯息告诉你了 你的空中没有优势 很简单 那这个内容是什么 当然军事我们不太懂 不知道他到底玩什么把戏 然后第二个东西很简单 他最近一直上路一个 整个具体的讯息就是说 我今天在乌克兰 跟欧战争里面 最重要的其中一个意义 是什么东西 可以deterrence 可以震慑 可以威慑 中国大陆在西太平洋的野心 对不对 很清楚 所以他其实相装五介意 你刚才讲到 我组成一个什么 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联盟 这个大西洋跟太平洋 跟乌克兰什么鸟的关系 乌克兰不就是 斯拉夫人的打架吗 对不对 搞到他搞个大联盟 大联盟对象是谁 中国 当然是中国 所以中国崛起 那个问题 他的联盟到底组成了没有 其实也没有 这也是吹牛逼 吹牛逼是为什么选举 在所谓的民主党内 挑战他的年龄 跟他挑战 他是不是继续能够连任 所以今天 我们讲过很多次 只要有军事作战的情况 出现的话 这个总统就有机会了 对 所以他今天就在这个 乌克兰战争 他必须要给大家看到 我是暂时总统 对 我暂时的总统 我今天就到了乌克兰 最危险的地方 勇敢的总统 然后表现出来 让所有共和党内 没有任何人敢挑战他 包括他的这些什么 什么副总统 或其他的这些参议员 通通不敢讲话 所以我认为很快的 我认为民主党就会通过 要让拜登继续连任 这是我讲第三个目的 然后中间的另外一个目的 就是说 那反过来看 习近平会不会去摩斯科 会 保证去嘛 他也没退路了 他没退路了嘛 我跟你硬干了嘛 因为知道这个多危险的事情 如果把普丁垮掉 你知道吗 中俄边界有多长边界 四千多公里 一千多公里 你看 你对啊 所以你的学问很好 你想一千多公里 一千多公里 如何变成一个清美政权怎么办 那不台湾就福气都来了 那没有时间跟我们搞 你就跟他搞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今天这个问题太严重 所以他一定要稳住普丁 他一定要停普丁到底 他没有选项 所以因此这中美俄 这个整个的循环 它是一个负面循环 好像这样搞的话 到底这个战争会什么时候结束 其实你看到没有 他的空中 他并没有派战机 他派的是空中防空雷达 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做空中巨尺 它不是攻击性的 它是防卫性的 就让你的上司 你的空优能力 然后我的地面部队能够继续运作 你的装甲车也打不过来 所以这个车并没有办法 立刻解决战争 但是平衡 达到一个平衡的结果 我们讲世界是一盘棋 而且这个棋 开始在重新组合当中 我们在东南亚里面 对中国最友好 而且东南亚各国里面 对中国最有好感的是新加坡 结果李永伦最近做了一个动作 他说现在新加坡的主权基金 干嘛 你暂时对中国进行私人投资 没错 以前你的淡马星 以前的私人资金 你是大量投资中国 你在中国赚了满盆满波 结果现在李永伦龙讲说 不可以投资中国了 而且我们在看一个人或一个国家 他的这个话未必要当真 但是他钱在哪里 那绝对是事实 所以钱在哪里 对 心在哪里 钱在哪里 心在哪里 人也就在哪里 好 那我们就讲 新加坡我们都一直说 他在中美之间 他一直说我们新加坡不要选边 我们跟美国也好 我们跟中国也好 但是你看最近一段时间 新加坡有没有在选边 从他新加坡两个基金 一个就是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 还有另外叫做淡马席基金 他们这两个基金 最近都不约而统做一个决定 就是我们目前可能略为对中国的投资 我们要嘛就是暂缓 要嘛就是大幅的暂停 好 那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现在为止来说 最近一段时间 他们投资中国真的 吃到相当多的这个败账 那你看为什么这两个很重要 新加坡财富 一般民众来说 这两个财富 目前他们主权基金 大概规模是7000亿左右 那另外一个这个淡马席 7000亿美金 另外一个这个淡马席 大概约莫是2800亿 大概3000亿 所以加起来的话 是1兆美金左右的这个 美金的这个市值 这等于是新加坡最重要的财富 他现在告诉你说 我们这两大公司都要减少 对这个中国投资 譬如说你CIG GIC GIC就是他们的主权基金 他说去年我们只有投资两笔 中国 对 中国两笔 那2021年的时候是投资16笔 也就是说因为他们现在呢 担心这个习近平为了减少 国内经济的不平等 所提出的共同富裕 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效应 那当然就是高层 对中美的关系恶化 导致地元政治的风险增加 而感到不安 那你想那他们怎么做呢 他们第一方面来说 他们减少中国的减持 但是呢 他们现在呢 增加对中国的美国的增持 他们到进步2023 就是去年的3月的时候 CIG最大的是美国 那占整个投资组的37 那日本以外的是25 所以他们等于是说 对中国要持续的调降目标 调降这个持股之后 他们可能就往欧美 往日本去跑 所以呢 明目上 新加坡是没有选边 但是他的钱呢 现在是要往中国往外流呢 那流到欧美去这个情形了 所以你刚才讲 GIC其实对全部的布局403 比以前还多 对 可是你增加的总数多 对 但放在中国的数目变少 那淡马锡我们知道 其实呢 他之前的负责人 是李显龙的夫人合金 那他现在已经去职了 那为什么去职呢 抱歉那 因为淡马锡在他这个 李显龙的夫人 这个合金执掌的时候 从月末是幾百亿的美金 成长到2800多亿 那过去为什么会赚钱 其实很简单 因为他都是赚 包括阿里巴巴 腾讯 美团 滴滴啦 然后蚂蚁这些 他过去一段时间 他能够赚那么多 就是简单的 他就是跟着中国的股市 在膨胀的时候 他赚了非常多钱 所以他过去 就是靠这样的投资 所以他有27% 是投在中国相关的股票 对 但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 他假如假 这假如假主要有 主要有几个 一个就是蚂蚁集团 因为他的蚂蚁 他其实也是重要的 整个投资方 就比较像蚂蚁呢 后来呢 他怎样 被喊咖 喊咖之后 整个所有的这个 互联网的股票 全部都大跌 他有投资什么 美团也投资 然后还投资一大堆 结果最近美团 什么全部股票 都很惨 都大跌 所以大跌的关系来说 你看他有投资很多 都跌得非常惨重 另外一个 他还投资了补教业 那他在中国就很看好 所以他投资了什么 好未来啦 然后什么瑞斯学科技 一大堆 结果没到这些全部都暴跌 你看前几年说 他是好 中国补教业的大金主跟啦啦队的资争 所以你看 包括说新东方啦 高途啦 好未来啦 瑞斯教育啦 全部他都投资 就都得了 都跌了95%到99% 这也太夸张了吧 几乎都零啊 那你只要5%到1%了 所以他才会变成是大亏嘛 另外你看 阿里巴巴最高点跌了77% 那腾讯跌了62% 那他们重压了这个第一天 后来他被叫回到中国去嘛 都跌了44% 所以他显然因为这样的关系 他不得不做一个所谓转型的动作 那也因为这样呢 后来他就 所以不能跟钱作对 后来这个合金就离开了这个蛋马锡嘛 他现在换上一个新的这个执行长 叫做迪兰嘛 那未来可能会开始增加 对于所谓的这个国外的投资 你看到他们过去一段时间 对中国的投资比重你看 原本是26 26 2020年的时候还29 现在已经降到22 一直往下降 另外他们对美国的投资 你看美国的这一块 你看一直在上升之中 对 所以就说你看 14变21 对 两个比重已经快要约莫相等了 所以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现在美国 这个新加坡 似乎是要调整个路线 未来在我的这个资金的布局上面来说 我可能要尽量往美国的方向去移动的一个情形 而且如果照这样讲 他也不看好中国的未来 当然不看好中国的未来 那不只是这个样子 保险上 新加坡的这个资库还有一个调查 他说因为过去一段时间 中国在东南亚 不论是在经济的影响力 然后选边的时候 大家都要选 很多人都要选在中国这一边 但目前为止来说 这两个调查实际是出现一个不一样 他这个调查来说的话 是针对你看前一年的这个状况 原本这个中国的影响力最高的话 说是59.9 原本占60% 他已经降到了41% 美国在这边的影响力 经济影响力是大幅的上升 因为美国现在很多钱到那边去投资 所以从10%变31% 那要选边沾的时候 过去的中国是43 美国是57 现在的中国要选 中国那边的降到不到4成 美国这边是上升到60% 所以也就是说 在整个东南亚来说 现在似乎整个风向在转变之中 那同时他们也非常担心 这个台海的这个局势 就是现在他们的这个想法跟斯文 跟美方的立场 是越来越接近的一个情形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在对台湾也是一样 我们国家的银行里面来说 在香港赚最多 紧接着是美国 新加坡 中国 新加坡居然比中国还要更多 我们在新加坡赚得比中国多 对 为什么 新加坡不是小这么多 对 因为我们为什么 因为我们很多这个企业 都是新南向政策到那边投资 那他们可能要投资的时候 去东南亚就要去新加坡 对 那他们譬如说 我在东南亚要布局的时候 我可能就 这个我举一个很简单的意思 过去要到中国布局 我可能到香港投资 但是未来我要东南亚投资的时候 我可能去新加坡 所以变成是说 为什么这两个地方的这个 这个新加坡去年 一整年的获利会高涨那么多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台商 新南向布局有非常大的这个关系 好 那这两天刚刚讲的 现在也在看一个人 马云 马云居然最近在墨尔本 对 这么悠闲的喝可乐 如果你要碰到这个马云 最近你可以到澳洲去 他这是被网友拍到 他在澳洲的饭店的这个大厅 他在那边坐着 坐着他就说 难道这真的是马云吗 那他就穿着布鞋 玩手机 喝可乐 好 那最近的马云 其实是 马云现在在澳洲 对 咸晕也喝 你看他一下子来到这个日本 然后又飞到其他地方去 但是他现在就是不敢进中国 真的假的 他没有进中国 你看他没有回去 对 一下在日本 现在在澳洲 对 那他现在 他在拜访谁 他在拜访他在澳洲的老朋友 就莫利家族 那你知道 为什么这个莫利家族 非常有意思呢 抱歉 那他其实 这个家族就是他这个最早给他 你看这是二三十年前的照片 这以前的马云 对 马云 那他们一家人 那为什么这个莫利家族 对他很重要呢 就是马云以前在练习英文的时候 就是跟莫利家族一起练 是喔 对 他们变成是长期的比友 所以他一直不断地这样 他等于是 他们纠正他很多英文的发言 所以在早年 他怎么有办法去练英文呢 后来呢 莫利家族在1985年的时候 他邀请他到澳洲玩 所以当时他没钱啊 他赞助他们啊 赞助马云啊 所以他们说前前后后 当时赞助他两三百块的澳币耶 澳币在当时是非常多 所以就说 他就说 因为有他们一家人 让我的英文啊 让我的世界全部打开 所以他后来就说 他现在这一次无论如何 他一定要回去 跟这个他们一家人 见面的一个状况 好 正好 好 现在中国或是说 现在海外的中国 都为一个人 这个人叫做包帆 包帆是谁 为什么他突然失联 他突然失踪 代表中国整个投资业 出现一个我们不知道 恐怖的事情 对 这是很诡异 包帆在中国 被称之为并购之王 他很厉害吗 对 又有人说他要资本红娘 都意思一样 就是大家搞并购案 有概念 大概搞个一年两年 就这个人 这个光头 他这样走 你仔细看他的五官 他其实并不是书生器 他是非常有这种江湖气息的人 所以资本世界 中国资本世界都叫他包老大 包老大他被讲 是出生于上海的金融世家 然后他自己的父亲跟母亲 可能是外交官体系 所以他是出生自上海邦 然后他大学念的也是复旦大学 后来大学毕业了 记得一些摩根斯丹利等等 开始有工作经验之后 就开始创造叫做华兴资本 华兴资本进来后他干嘛 他搞并购 很多我们并购要讲 能谈一年谈两年谈三年 能够并购成功就OK 对不对 可是他谈并购 六个礼拜八个礼拜 就把并购案谈成 而且都是大公司 阿里巴巴 百度 京东 美团等等 都是他搞的这种大型并购案 就是说他一个人的人脉 就被讲可以称之为 整个互联网的人脉 你搞一个阿里巴巴 已经不得了了 什么都是你 而且都六个礼拜 或八个礼拜就并购完成了 所以台北讲说并购之王 或是资本红娘 好有趣的事情是 这么大的一个金融区 竟然他们华欣资本 在二月十六号公告 老板不见了 找到了 老板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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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跟孝建华案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怎么可能在中国 莫名其妙销售的事情 可是偏偏都 他等于是在中国创投业 最厉害的人 最厉害的 而且人脉最广最厉害的 结果华欣资本 是在二月十六号晚间 发布公告表示 暂时无法与包帆联系 而且现在在猜 他是被接受 调查就被消失了 问题是你接受什么调查 为什么被调查 什么调查 没有人知道 可是更有趣的事情是 这个华欣资本 有另外一个总裁 这位叫做崇林 这个崇林跟包帆的交不离梦 好兄弟 结果崇林在前一个月也消失了 他是先消失的 所以是崇林先消失 后来包帆才消失 那现在传说 有几个可能 一个是说包帆跟崇林 他们有一个所谓的 船舶租带案 租赁案 有违法 所以消失 可是问题是你再怎么租赁案 违法你也不至于消失 消失 而且不是一个是两个 对啊 你可以请律师或什么 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 他是上海方 他跟江泽民江派有关系 是不是他洗钱 又踩到什么人的线 又做什么事情 可是我就说你都已经活这么久了 之前的所有的风风雨雨 你都没事 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刻不见了 所以有可能中国又在一轮紧缩 或是他的靠山 又遇到什么状况 导致他被消失吧 可是问题是 中国股价非常不正常 你公司包帆的消失这些时候 他的公司股价就腰斩 跌了百分之五十 腰斩 而且当天腰斩之后 整个股价完全没有回容的可能 所以大家担心是什么 他像马鱼一样 或是当马鱼还好 后来有出现 有出现后就流亡海外 然后就近身出雾 你如果像孝建华一样 孝建华最后明天系集团是什么 会不会步上孝建华后城 整个华欣资本被分拆 分拆之后的中国国际社把他吃下来 所以事实上再无华欣资本这件事情 所以你在中国你是一个高中生 说失踪就失踪 说气管没了就没了 你就算像包帆 你像包帆你位高权重 你这么重要的人 也是说失踪就失踪 我跟他讲包帆在中国 因为我们当然比方不理解 可是他只看那个标题 包帆在中国是什么 被号称跟马云平起平坐 是刘强东的N组 他是这样子 刘强东N组 刘强东的N组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刘强东 要帮京东集团去做并购 而且京东集团去并购过程中 华欣资本出了非常非常大的力量 所以刘强东是非常感谢京东集团的 而且滴滴跟美团在并购之后 要IPO IPO在美国上市42亿美金 这个也是包帆妈搞定的 1000多亿的资本额 所以你可以看到包帆在整个创投业 那是翻手为云 你看喔 他们说包帆对华欣资本 一个目标就是成为 中国最厉害的投资银行 一个人就是国内的网际 网路的兄弟会 可是问题是 不好意思 我不管你跟马云平起平坐 我不管你是不是刘强东的N组 不好意思 你惹到我中共 说消失就消失 我是不买菜 所以我搞不清楚 可是我旁边都是说 第一个买不到蛋 第二个是买那个蛋非常非常的贵 然后呢买那个蛋非常贵 我就不懂啊 也不对啊 我们几年前不就要有所谓的鸡蛋国家 对吗 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我们的这个农委会的主委 不是跟我们一直保证蛋没有问题吗 怎么现在蛋出大事了 对啊 大家还记得上个礼拜 这个我们的郑副院长 跟我们的这个陈主委 一起做了什么事情 不是 他们到全联去视察缺蛋的事情 对 所以那一天全联没有缺蛋 全部的人在后面补蛋 然后他们两个呢 在前面视察蛋 正文在所到之处 都是蛋 都是蛋 所以当时就有人开玩笑说 是不是所有的卖场 都要放上这个 我们的郑副院长的这个人像 那那个地方就不会缺蛋 对 过了那天之后呢 今天早上 我们还特别请我们的同事 去把立法院附近的所有7-11 全联相关的这个蛋行 全部走一圈 结果 一半是缺蛋 架上是没有蛋的 甚至有这个全联架上 已经变成火锅 火锅汤的这个相关的一个产品 就是他们架上已经没有蛋 所以我们要回来看 会缺蛋很严重吗 这个是真的是缺的非常的严重 那我们来探讨 为什么会缺蛋缺的严重 他在三年前成立的这个 鸡蛋国家队 为什么到现在还是缺蛋呢 因为我们每次 我们的陈主委都说 我们现在的蛋比去年还要好 你如果说他缺蛋 他就说我们现在的产量 比去年还要好 如果你说他的价钱贵 他就说我们比美国跟日本 还要便宜 如果他说 我们说他这个禽流感 死了很多鸡 他就说我们的鸡死的 都比其他国家还要少 所以我们称陈主委 叫做李游博 李游博 李游博 对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 有关蛋的部分 我觉得陈吉仲 每次到立法院来 他在背询的时候 永远说委员 你说的这个问题 我们真的非常的重视 可是到底重视了什么 一年之后 政副院长来负责 所以呢 过不了几天 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上礼拜 这个我们的政副院 肩蛋 所以我现在有另外一个称呼 叫肩蛋立委 对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我们的这个蛋价 这七年来已经涨了38.5%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我们光光蛋价就涨了 是这个CPI的五倍 是大概16%左右 然后我们下期见 文字幕 点赞 订阅 公文字幕 mit